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越来越多民众染疫 在和病毒共存的政策下 以基隆市来说 到底要多少人自然染疫 才能达到社会群体免疫的目标呢 基隆市长林又昌在议会表示 根据中央CDC的预估 以基隆市36万6千人来算 大约要5万多人到7万多人左右染疫 我们用36万6千人来算的话 我们如果要达到15%的人口染疫的话 自然染疫的话 我们要有5万4千9百人染疫 如果是17.5%的话是6万4千人 如果是20%的话是7万3千2百人 我们到昨天为止累计的 这个确诊人数是8千347人 那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因为我们塞得很彻底 塞得很彻底 所以确诊的这个人数 我们是比较诚实的去呈现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没有症状的 他没有症状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确诊 不过市长也强调要怎么样让施打疫苗和自然染疫的民众总数 和缓地达到社会群体免疫的目标 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还是需要一些措施来控管疫情的发展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这一个跟病毒共存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那个目标是怎么样和缓的 让自然感染的一个人数 还有我们疫苗的这个形成的保护力 能够逐步慢慢的去达到社会群体免疫的这个方向 好所以接下来刚刚在讲 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硬着陆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成长的速度太快 快到医疗的体系没有办法承担 或者是快到我们社会的这个这个容受力 没有办法承担 那软着陆就是在一个比较和缓的时间的范围里面 让他逐步的去达成 刚刚在讲的社会群体免疫的这个目标 所以要让他社会群体免疫 不是放得让他就是这样子 自由的或者是说自然的一个发展 我们还是要去采取一些措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是这样子